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宠》 宠爱的宠 副标题是 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听到这个书名 你可能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些 历史上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奇女子 妲己、包四、魏子夫、杨贵妃 但是回归到当时人的视角 宠是不分性别的 历朝历代有清国清城的宠妃 更有纵横朝堂的宠臣 比如标秉史册的魏清 获取病等都属此列 当然,无论宠妃还是宠臣 能在某段时间呼风唤雨 甚至影响历史走向 除了个人才能的加持 主要还是因为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和皇帝关系好 地质时代和皇帝构建起信任性关系 往往意味着无边权势 所以吸引了无数臣民 前仆后继竞相求宠 围绕求宠、争宠、失宠 重新争宠的反复循环 激荡出了地质时代 人们生活的重要动力 但遗憾的是 目前主流史学研究 主要关注政治史、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 很少有人从君臣关系视角 对历史进行审视 本书某种程度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作者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 近十多年主攻日常统治史 宠这本书就是作者近年来 对汉帝国日常统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听完本书能帮你搞明白 宠或者说信任型君臣关系 为什么能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 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 好 言归正传 下面我就从以下三方面 有表集里的为你介绍一下 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来龙去脉 第一 什么是信任型君臣关系 第二 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如何建立和终结的 第三 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动力和它背后深层的历史意义 先来看看信任型君臣关系是什么 想要清晰地定义一段关系是什么 特别是两千多年前的君臣关系 其实很困难 好在 作者选择的西汉一朝 有着相对丰富的史料 仔细梳理之后 他发现信任型君臣关系 主要有以下几种外在表现 首先是能够与上卧起 出则参成 用大白话说就是 臣下和嫔妃能经常出入皇帝卧室 侍奉皇帝 或者驾车出行时 能和皇帝同坐一辆车 就表示受信任 因为在过去 无论是皇帝的寝宫 还是出行时的车架 都是非常私密的个人空间 如果臣下能进入其中 与皇帝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自然表示十分受信任 举个例子 汉景帝时期的梁孝王刘武 因为和景帝是义母同胞 最初颇受恩宠 经常和景帝同车出游 但后来因为想做景帝的接班人 和景帝产生矛盾 从此以后 景帝就再也不和他 坐同一辆车了 可见能不能和皇帝 同坐一辆车这样的细节 确实能反映 关系的亲疏远近 其次 信任型君臣关系 是能够获得皇帝的额外赏赐 以及能让皇帝到你家里来 关于赏赐 当时西汉官员工资普遍不高 皇帝会有各种定期赏赐 庆典赏赐 功劳赏赐 当然 受信任的官员 除了这些常规赏赐之外 还会经常获得各种额外赏赐 其中 西汉历史上最著名的赏赐 可能就要数汉文帝 赏赐给宠臣邓通的那座铜山了 话说 当年汉文帝十分宠幸邓通 一次让著名的像树大师许富为邓通项面 许富说 邓通最终会穷困饿死 文帝却说 我怎么会让邓通贫困呢 于是就把邓通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都赏赐给他 准许他自己助钱 而且文帝实在是太喜欢邓通了 不仅给他巨额赏赐 还经常到他家里喝酒 游戏 其受宠程度可见一般 好 到这里 史书中信任型君臣的几类典型表现 我们就聊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可以归纳一下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内涵 通过上面的论述 你会发现信任型君臣关系是一种远超一般君臣关系的亲密关系 由此作者就将君臣关系分为了两类 在帝国体制下 大部分臣下是通过进入官僚体系和皇帝建立君臣关系的 但你要知道 帝国官员千千万 能真正进入皇帝视野的官员是很少的 大多数官员穷其一生 不过是通过文书的上传下达和皇帝维持某种联系罢了 作者将这种普遍性的君臣关系称为礼仪型君臣关系 但是 无论是皇帝为了加强统治 还是臣下为了施展报复 都有动力在一般礼仪型君臣关系之上 去追求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 作者将这种极少数臣下 与皇帝之间发展出的亲密关系 概括为信任行君臣关系 当然 臣下受皇帝信任的程度也有亲疏远近之别 其中最极致的信任关系也被称为宠 这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到这里关于信任行君臣关系是什么 想必你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看你可能最感兴趣的问题 臣子如何才能和皇帝构建起信任行关系 根据作者书里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首先要有与皇帝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 日久自然生情 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有感受 比如你最信任的人 想必也大多是曾经一起生活的亲朋好友 毕竟日久见人心 皇帝也是人 他们最信任的往往也都是从小陪伴自己一起长大的宦官 儒母 外妻 师父等人 比如汉武帝很小的时候 就在宫中长期和舅舅填坟一起生活 建立起来亲密的信任关系 后来随着武帝亲政 填坟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 最后更是位籍人臣做到了丞相 其次与皇帝因缘际会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其中最富圣明者 可能还要数咱们前面提过的邓通了 话说当年邓通不过是为文帝撑船的一名船夫 但有一天汉文帝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想登天却怎么也上不去 最后幸亏有一名船夫模样的人 从后面推了自己一把才成功上天 梦醒后文帝偶然间就发现 为自己撑船的邓通和梦中人十分相像 所以对其一见倾心十分宠爱 最后就是通过投其所号 媚上以求宠 皇帝喜欢美女 那你就可以通过贡献女色的方式赢得皇帝的青睐 比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就为此下足了功夫 在府上储备了十多名美女 希望借机献给五帝 只是没想到五帝都没看上 反而是歌女魏子夫被五帝相中了 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魏皇后 当然以上谈到的这些方法仅适用于少数人 对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但别急 西汉时还有最实用的一条路 可以让普通臣子受到皇帝的信任 那就是上书言誓 如果你对治国理政有什么高见 可以给皇帝上书 以言辞高论打动皇帝 例如五帝时期东方朔 朱买臣 董仲书等名臣都属于此类 其中最著名的非五帝晚期的宠臣田千秋莫属 汉武帝晚年相信晋臣的谗言 逼得太子刘具造反 结果叛乱很快被扑灭 刘具兵败自杀 结果回过神来的汉武帝十分懊恼 但又不方便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时看明白皇帝心思的田千秋 主动上书为太子刘具名冤 给足了皇帝台阶下 由此得到五帝赏识 不到一年时间 就从一名管理刘邦陵墓的小官 进入中央高层 可谓一步登天 以上就是作者梳理出的一些求宠的典型路径 实践中求宠之法可能远不止这些 但究其根本都是头其所好罢了 也就是所谓的处王好戏妖 宫中多饿死 当然 无论何种措施 也不过为受宠增加一些可能罢了 还要再加上各种偶然的幸运 才能最终赢得皇帝的信任 任何一段关系有始必有终 信任型关系也是这样 聊完了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是如何终结的 首先 君臣一方死亡了 信任型关系自然终结 如果皇帝先死了 除非受临终委托担任辅政大臣 否则这种信任关系很难延续到新皇帝身上 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是历史的常态 至于宠臣能否善终 主要受制于和储君和大臣的关系 只有小心翼翼 维持好多方关系者方可全身而退 现实中真正能做到的 寥寥无几 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邓通 虽然在文帝时期十分受宠 但景帝一级位便把邓通革职 并追夺铜山 没收了他的所有家产 可怜曾经富甲天下的邓通 最后竟真应了相氏许富的话 身无分文 饿死街头 如果受宠的大臣先死 皇帝虽然可能会对其后代有所优待 但与其父辈的信任型关系 也很难延续到子女身上 信任型关系自动终结 其次皇帝变新了 信任型君臣关系也就终结了 很多宠幸来得突然 去得也令人猝不及防 比如五帝时期魏子夫曾备受宠幸 但最终也难免色衰而恩绝 毕竟后面还有王夫人 李夫人 沟义夫人 轮番等待宠幸 君臣之间也是这样 曾经的宠臣一旦现实政治情势发生变化 很可能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例如 景帝当政前期 最受宠的大臣非朝措莫属 但由于朝措推行的削藩政策损害了诸侯利益 以吴王刘碧为首的七国诸侯 以请诸朝措 以清君策为名 举兵反叛 景帝为了平息诸侯叛乱 就不惜腰斩朝措 向诸侯王谢罪 哪怕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好 关于信任型君臣关系如何建立及终结 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 我们继续追本溯源 聊聊君臣双方建立信任型关系的根本动力在哪里 从皇帝的角度来说 谋求和陈下建立信任型关系 主要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 满足个人偏好 首先 皇帝虽然是国家最有权力的人 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 要想维护自身安全 有效统治帝国 必然需要一批值得信赖的臣子 例如 当年汉文帝以待王的身份 被中央实权派周伯 陈平等人拥立为皇帝时 由于在朝廷毫无根基 所以感到很不安 即位当晚 就连夜将自己的亲信宋昌任命为魏将军 负责长安地区的卫戍部队 将张武任命为郎中令 负责皇宫警卫事宜 其次 皇帝也是人 也有七情六欲 有许多个人偏好需要满足 渴望身边有一些值得交心的朋友或长辈 比如 五弟出于对长辈的依赖 十分信任舅舅填坟 因为感觉和对方情投意合 十分信任寒烟 由于宠幸魏子夫 而爱巫及巫 十分信任魏清 或去病等外妻 聊完了皇帝的需求 咱们再换个视角 去看看臣下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和皇帝建立信任型关系 毕竟在这段关系中 臣下远比皇帝更积极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 跟皇帝搞好关系有各种好处 在帝制时代 皇帝掌握着一切名号 资源与利益的最终分配权 大臣想要快速获取高位 赢得皇帝的信任是一条中南捷径 所以积极迎合上议 与皇帝构建亲密关系 成为很多臣下实现弯道超车的小法宝 举个西汉时期的案例 武帝当年为了北极匈奴千方百计筹钱 出台了很多节责而鱼的财政政策 当时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农令 炎毅就表示 这样不太好 这可惹怒了武帝 但他也找不到对方什么过错 通晓法令主张 严刑俊法的大臣张汤为了迎合武帝 就举报说 有人对炎毅说国家新政策的坏话 炎毅嘴巴动了动 没有回应 嘴巴动自然就是有话想说 但最终又没有说 想必想说的一定是坏话 这就是复棒 炎毅对国家政策有意见 不向皇帝反应 却在那里复棒 这是死罪 就这样炎毅被判了死刑 而为武帝解忧的张汤 自然更受宠了 此外 在帝制格局下 大臣想要施展报复 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 所谓得君行道 所以 很多正职的大臣 也会刻意迎合皇帝 比如 霍光死后的第二年夏天 长安下大冰雹 大儒肖望之 就将其解释为 阴阳不和 是大臣认证 一性善事之所至也 将矛头对准了 霍家众人 因宣帝即位起 便生活在霍光阴影下 对其早已不满 只是力量单弱 不得不引人苟安 霍光一死 宣帝早就想除掉 霍氏一族了 但是一直没有 合适的机会 此时 肖望之尚书 不仅道出了宣帝的心声 还给了宣帝 一个处置霍家的借口 因此迅速赢得了信任 总之 在帝制时代 一军 众臣万民的格局下 军臣双方的需求 共同构成 信任关系存在的基础 并通过这个关系 重新分配 社会名望和财富 聊完了军臣双方 构建信任型关系的 动力源泉 接下来我们就 跳入历史洪流 去看看 信任型军臣关系 是如何深刻影响历史的 首先 信任型军臣关系 为皇帝介入朝政 提供了力量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有一点困惑 皇帝不是手握 至高无上的皇权 前纲独断吗 为什么还需要 依赖别人介入朝政 这里 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西汉时期的朝廷格局 西汉一朝 皇帝虽然是最高权威 但实际日常政务 主要是由丞相负责的 皇帝要想干预某事 需透过丞相来施加影响 这种格局 被历史学家称为 军相伟托制 最初对皇权形成了 有效制约 历代皇帝 为了摆脱这种制约 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不断任用亲信 插手传统上 由丞相负责的事物 以此扩张皇权 最典型的就是五帝 他不仅通过 频繁更换成相 削弱其根基 而且在中央和地方 都大量安插亲信 直接干预朝政 有效削弱了相权 比如在中央层面 五帝宠臣张汤 担任御史大夫期间 不仅负责司法监察工作 甚至还参与 国家财政决策制定 一度权倾成性 在地方上 五帝为了加强控制力 甚至还直接委派 身边亲信担任刺史 作为中央巡视员 直接监察地方 这一系列任用身边亲信 直接插手朝廷 日常事物的做法 有效扩张了皇权 当我们拉长时间 你还会发现一个 有趣的历史现象 那就是皇帝身边的宠臣 会不断经历制度化的过程 成为承担实际政务的机构 比如汉武帝最初派出的刺史 只是作为中央巡察人员存在 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刺史深受信任 职责越来越多 最后逐步演变为 周一级的行政长官 并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此外 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上书省 南北朝时期的中书省 还有明朝的内阁 清朝的军机处 最初都只不过是由皇帝身边亲信 组成的参谋机构 但最后都逐步演变成了 掌握中央核心权力的固定机构 其次 信任行君臣关系 深深植根在传统人情社会之中 是全国行政得以实施的根本动力 在古代社会 百姓平素大都安居乡里 以耕之为生 只有缴纳赋税与购买物品时 才会去县城转转 很少有机会短时间内大范围流动 那么王侯之家的情况呢 其实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很有限 主要生活在树到宫墙圈定的空间之内 随意外出嬉戏游玩等都会受到各种限制 比如五帝晚期 连皇后和太子想要见他一面都很难 缺乏流动的社会 必然导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相互之间都很熟识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古代基本都属于熟人社会 当然 虽然大家都比较熟 很容易产生信任 但信任程度并不一样 在此基础上还会有亲疏远近之别 毕竟你家里的亲戚 大概率比外人更值得信任 从小和你一起玩到大的邻居 肯定比村东头的老王更值得信任 这种依据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 形成的亲疏有别的关系网 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插序格局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 大家处理生活中遇到的日常事物 明面上讲究按规章礼法办事 但按地理其实更信奉关系 讲究看人办事 王公贵族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 我们逐渐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 为了管理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帝国 统治者逐渐摸索出一条 最高效的治国利器 那就是官僚制 毕竟帝国实在太大了 靠皇帝及其亲属根本管不过来 只能找一群帮手 这就是官僚制的源头 那么官僚如何帮皇帝管理国家呢 官僚是流动的 在当地也没有熟人关系网 而且山高皇帝远 啥事都请示也不现实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皇帝就依据自己的意志和理念 制定了各种法律和制度 然后和广大官僚群体说 遇到事情你们就按规矩办 咱们对事不对人啊 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感到有点熟悉 没错 这就是皇帝与大多数臣下 建立礼仪型君臣关系后 普通官僚所遵循的原则 他们围绕文书制度 等处理日常事物的过程 听上去好像还不错 但是你站在皇帝的视角 想一想就会发现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帝国太大了 绝大多数官僚 对于皇帝都是陌生人 他们会不会阴谋造反 有没有中宝私囊 有没有秉公执法 皇帝信不过呀 怎么办 缺啥补啥 既然信不过 就努力培养发掘一批 信得过的小助手 也就是与个别臣下 建立信任型君臣关系 然后这个模式 就开始在各个层级的 行政中被复制 所以郡县有自己的长官 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下属 长官和下属之间 既有照章办事的一般关系 也有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 就这样上行下效 最终整个国家的运转 实际上依然高度依赖 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 绝不是一个简单照章办事的 透明机器 说到底 信任行君臣关系 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 是皇帝在利用熟人世界中 形成的关系资源与行为方式 维护自身安全 进而统御陌生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 当然 顺道还可以用来 劫男女之欢 深意己私意 而且 皇帝所宠的臣下 虽然常产生于熟人亲友之间 却也并不限于此 具有半开放性 所以吸引无数臣民静折腰 积极投身到信任关系的追求中 最终 这种关系被复制到全国各个层级 实际上主宰了汉代国家 甚至后来 帝制时代行政运转的基本逻辑 好 《宠信任行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